我就是講說,就是關於說,譬如說剛剛冠宣講的小眾、非主流或邊緣話這些事情 就是其實自從上了這個課以後,重、沮喪的心情一直存在 因為就是會感受到說以前本來自己也是冷漠的一群 可是現在當你自己變很熱情,但是別人是,我們就熱臉貼冷屁股的時候就很沮喪 譬如說跟同事講這些事情,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沒有人關心 然後講一份甜意的時候,Nobody burn me,沒有人吊我 就很沮喪,可是就是其實,但是瑞翔老師也有說過說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做這些事情,就是世界很糟糕對不對 但是其實應該說,世界就是這麼糟糕 但是你如果做了後,世界沒有變得更好,那也沒差 因為世界本來就很糟糕,可是就是如果你不做,世界就不會變得更好 所以就是像還有我看,那時候我跟鳳林分享,就是看《遮蔽的天空》的那個紀錄片 就裡面的,就是看了都是快,就是看了很激動 然後裡面那些阿公阿伯,就講話講得實在很讚 然後還有看到什麼蔡家洋老師啊,或是很多的《反章火靈盟》的人 前輩們什麼,那希林老師,就是又一直都在第一陣,就是戰場上第一陣線 然後我就覺得我們都沒有上戰場,我們沮喪什麼,我們沮喪個什麼勁 但是我們就是只是跟同事或朋友閒聊,就是還是會感到沮喪 可是還是覺得還是要正面思考說,把這個沮喪就是盡量也就是丟掉 因為還是不管他們不想聽我還是要講,就是每天在辦公室就講說 喔那個花火怎麼樣,就每天在那邊講 然後跟同事,因為同事還是會有人就是感興趣 然後也會跟我一樣覺得說他們怎麼那麼冷漠 然後還是,所以我跟淑媚啊什麼就是,或跟同事就一直在好論說 欸怎樣怎樣,就還是不管他們不想聽我還是講很大聲 一邊打電腦一邊講,對,所以就是覺得說,就大家還是要加油,對 然後那個之前剛剛正大哥其實提過很多遍就是,就是什麼分工和互動這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可能真的很像的聯繫還蠻重要 就是因為大家,我覺得像這一次為什麼我換了那麼多學習 我這次終於寫作業的原因就是當然就是受到大家的激勵 因為像你看就是本來慧玲寫作業是一定的嘛,他寫得很好也是一定 就是沒有想到,什麼冠宣佩咒,大家全部後期全部都出來 我想說我好誇張,我超讚,以前都很多人沒有寫作業 以前,班上都很多人沒有寫作業,結果這一次就變我,我一個沒寫作業怎麼辦 我就覺得,第一個都很,一直都對不起老師 然後第二個就想說怎麼辦,一定會被大家那個圍毆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所以我就等等,趕快直接寫了一篇作業這樣 雖然也是鼓咒出來,但是就覺得說,也是沙扎的鼓勵啦 對,所以就覺得說,我覺得在這個團體就是相濡一目 雖然就覺得說,這個社會很冷漠,但是就在大家這邊 就是覺得說,有很多資訊都可以分享,然後有很多訊息 就是說雖然沒有達到正當作所有的分工或是互動那麼頻繁 但是什麼記憶沒有什麼都是會得到很多訊息 所以就是大家有,就這樣,講完了 那哈爾你要不要講一下,寫這個窮地道什麼 湖州的那篇嗎? 就是因為那個,其實我跟那個怡儒的那個心情有點像 因為就是,有一點就是剛剛講這個新聞敏感度 我就是即便知道說,欸我自己要去參加 譬如說11月13號環保救國大遊行 但是就是直到,即便到了現場 我還是不知道說,媽的我到底要訪問誰 一直想說,不是要訪問誰怎麼辦 然後就開始就只是拍照 然後其實自己看完,看到自己的照片才知道說 其實我拍了很多,譬如說我小朋友之類 就是全家大小,因為我剛好走在那個 叫什麼,白荒野他們那一群 所以就是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我想說,欸其實我可以為我什麼爸媽要帶 用小嬰兒,是牆寶中的小嬰兒就是帶出來 超可愛,然後就綁布條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就是如果有一個點簽入的話就是 但是自己知道太晚 就是已經回到家以後才知道說他們都散了 所以找不到人婚 所以就是一個新聞敏感度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就是很後悔 所以我怎麼當中沒有,自己在皇城 為什麼沒有去及時的問 然後所以就是十二里才會 就是才寫了這一篇 因為11月時差已經過了 所以就只好11月20號就是 就趕快登登登跑去參加了這個營戰這樣 然後老師叫做夢 然後我說什麼 那寫成這一篇有什麼困難 就是困難就是 就是一直,困難就是我一直以來的困難就是 就是不知道怎樣寫成一篇像新聞的新聞報導 對就是,就可能跟一般 就自己可能寫Email或什麼部落格什麼 就是不太一樣 然後所以自己聽我一定很爛 然後老師有幫我表現,老師實在太厲害了 不愧是老師 對,然後然後老師有提醒 就是因為只有訪問主辦單位的一位 就是現場主辦單位一個人 然後老師其實說可以大概講一下現場的那種防御 比如說,就是其實我是有想要訪問就是看的營戰的人 但是等到照完想,欸大家都好了 因為其實人版就蠻少 而且是在陸續就大概會遲到時間20分鐘 才會陸續大概有差不多20個人左右 一開始大家有小貓或三四隻 還有書妹有趣 書妹有趣 我就抓到書妹拍照 所以我要訪問你 他說不用 你自己先有裝腳 對,我就想說我就問他就好啦 然後就 然後後來他就跑掉這樣 對,大概就這樣 所以困難就是 就是我在想說解決方法可能是真的要多練習 因為有一員就是雖然上很多理論的課 也上很多學期雖然都忘光 但是就是下筆就是真的是很下筆 蠻是下筆的 就是如果下了筆以後可能才知道自己欠缺的就是練習這一塊 講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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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